关注何医生健康不挂科 视频的人这部分粉丝都已经学到了 那就是容易犯困多汗 假如出于气虚的时候 黄芪就是最好的药物 那也知道黄芪它有四种类型的人群不合适 一个是阴虚燥热 一个是火热燥明显 一个就是干预化火 一个就是含湿比较重 那如果是没有这四种类型的人群 那么黄芪就是最好的药物 那什么药物跟黄芪配偶在一起 治疗这个容易犯困 效果最好 何医生跟大家讲一个方子 这个方子很多人都听过 叫做补中医气汤 忠诚药叫做补中医气丸 那这一个药物呢 它是治疗这种中气不足 中气下陷 导致的这种子宫多垂啊 脱缸啊 包括就是一些出血类的疾病啊 还有就是气短皮乏力啊 这些类型的时候 所以这种中气不足 中气下陷的时候 用这个方子效果就最好 那这一个方子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药物 就是黄芪 那它最重要的一个配物 就是黄芪配上柴湖 跟生麻 这个方子里面的柴湖跟生麻 只是用了小剂量 一点点 然后呢 黄芪用大量 那么这个柴湖跟生麻 它具有很好的这种 小剂量的时候 有很好的生举阳气的作用 它跟黄芪配合在一起 那么这个补气的作用就会加强 生举这个阳气的作用就会加强 那么脱缸啊 子宫脱锤啊 出血啊 包括就是气短乏力啊 这些症状啊就会得到改善 那从这一个方子给我们什么启发 假如是属于这种容易犯困的 这一部分人群 经常都是气短乏力 精神疲倦 少气懒炎 胃口不好 舌淡太白 这些就是典型的气水的情况 这个时候呢 可以用黄芪来包水喝 那这个时候假如我们加一点点柴湖 加一点点生麻 那这个时候 这个深举阳气 补气的作用就会加强 好的 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欢迎收藏 评论 转发 好的 关注和医生 健康不夸客 我们下期再见